欢迎收看本期猪猪魅术电影 我是热情自信美丽又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男主从小被人吓了神奇诅咒的电影 影片开始一群小孩子在玩大冒险的游戏 轮到我们的主人公小查克 他要做的是和哥特风的小姐姐亲亲 小查克粗鲁的拒绝了 哥特女生恼羞成怒 像我们的查克施加了诅咒 你永不会快乐 和以前的女孩所遇到的下一个人 就是她的真命天子 转眼查克长大成为了优秀的牙医 而她的感情生活还在受到诅咒困扰 在前女友的婚礼上 前女友公开感谢她的复娶之恩 所有人都开始盛传幸运查克 今后谁与查克上床 那么她分手后马上会遇到自己一生所爱之人 在婚礼上查克结识了女主小美 小美是一位企鹅专家 美丽性感充满魅力 而且也会有麻烦 之后在婚礼上就被查克带来了小小的困扰 到经营查克的这个称号被传开之后 每天到诊所看牙的女孩变得越来越多 所有人都想和她来一段素垂外情 同时查克也收到了一堆分手感谢信 查克将和国人间好友的胖子师徒诉苦 并希望自己能早日遇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在经历过天天偶遇游乐园相遇后 查克和小美两人终于开始约会 两人正在准备为爱情鼓掌时 司徒电话提醒查克 查克忙抽身而逃 为了解除诅咒 查克一边和小姐姐保持距离 另一边她找到了一个看上去400斤的胖妞 进行过后两人分手 让司徒去接手这个妹子 但不要结婚 以此来破除诅咒 当司徒告诉查克事情已经办妥后 查克惊喜地飞奔到小美的家里 做了修修的事情 但而天不如人意 胖妞几年找到了爱情 查克决定自己去努力改变 早餐鲜花惊喜那样不断 最后令小美惊吓 产生束缚感并必须分手 查克进次后去找小时候的哥特风女生 请求她解除诅咒 而哥特说自己压根没有什么诅咒 只是闹着玩 查克没笑了 听说小美要和企业专家去南极 查克终于发现自己离不开小美 于是查克飞奔到机场 猪腿小姐姐并现场求婚 到的美人龟 故事的最后 画面并惹在了哥特小姐姐解除所住的那一面 猪猪妹看到这里觉得 爱情不是束缚 爱是信任 而且千万不要得罪女孩子哦 看完记得点关注 猪猪妹在评论区等你哦